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简辑方面的历史 理论与实践的主要脉络 希望大家能够跟随我们时节的课程 理解简辑至于电影叙事的作用和意义 领略简辑记忆至于电影风貌的魅力与魔力 洞悉简辑风格至于电影创作者 人生观 世界观 生命观表达的直接力量 这些问题似乎很深奥 那我们先来讨论一个听上去特别简单的问题 影片为什么要剪辑 乍一听 影片为什么要剪辑 很多人会想 这还用问吗 好 那就请你自己试着回答一下 这时你或许会发现 也并没有仔细地思考过 理所应当地认为 片子不剪辑怎么行 总得剪了才能看嘛 但首先要说 在电影诞生之初的单镜头电影时期 影片就是没有剪辑的 因为它只有一个镜头 摄影机马达开关之间 感光的那段胶片所记录下来的影像 也就是那个电影 很快 当电影不再是一个镜头 逐渐发展为长篇的时候 剪镜头 接镜头 确定镜头秩序 连接镜头组合 控制影片整体长度 等等必须要做的事情 才随机而来 这个时候你再问 影片不剪辑行不行 才能回答不行 因为你要选择镜头 拼接镜头 安排秩序 控制长度 既然影片要剪辑 那么接下来一个相关的问题来了 都有谁参与了剪辑呢 我相信很多人肯定能回答出来的 剪辑师 导演 或许还能想到的 制片人 出品人 甚至审查方 而对于这个问题 我想先请大家看一段话 必须说明一下 我们使用的电影剪辑和剪辑人员 这两个词的含义 对一部影片负剪辑责任的 有编剧 导演 剪辑师 录音剪辑人员等 我们无意区分 这些职务之间的差别 我们所说的剪辑人员 并不是特指在剪辑室工作的 技术人员 而是指对于剪辑方面特定问题 负责做出决定的人 而不管他是谁 这是英国电影学院的 沙罗德·狄金生 在1952年 为卡雷尔·赖兹和盖文米勒 编著的电影剪辑技巧 一书所写的序言 中国电影出版社 1985年9月翻译出版了这本书 在这部早期的 电影剪辑专著的序言里 我们读到了极具启发性的认识 它指出 我们所说的剪辑人员 并不是特指在剪辑室工作的 技术人员 编剧 导演 剪辑师 录音剪辑人员等等 他们都是对于剪辑方面 特定问题负责做出决定的人 这一具有超越电影实务工作本身 抽象认识电影本质的真知灼见 更在电影发展的后来和当下 得以验证 因为它直击了一个重要的问题 剪辑是影视创作中的 一个观念性问题 而并非仅仅是 有关镜头衔接的工作 为什么这么说 那就要系统了解并深刻认识 剪辑对一部影片的意义 究竟有多大 对于这个问题 也许在我们课程的最后 大家自然能得出自己的答案 但在这里 我们要先抛出一个回答的逻辑 请大家思考 剪辑的程序 是一个将特定的镜头 进行选择定时和排列的过程 但在这个过程中 完成了在影视制作中 取决定性的 富有创造性的工作 而这一过程 又是从何开始 到哪结束的呢 随着我们的课程 再请你逐渐揭开答案 在这一节的最后 我想说 剪辑技巧是创作者思想的工具 这并非一个新的议题 今天影视制作技术空前发展 我们的表达手段不是太少 恐怕太多 所以需要辨识 手段贫瘠固然不好 但太过丰富 也不等于得当 我们需要选择 就像剪辑工作的本质 就是怎么选择和安排 也就是说 电影发展到今天 剪辑的手段各种各样 本身无所谓高低好坏 但对他们的认识先要对路 之后才是为己所用 准确地表达自己的所见所资 高效能地发挥 剪辑手段在影片中 所能达成的力量和价值 因此有必要强调 我们线上课程探讨的 主要目的是什么呢 提供方法 因为好的学习方法 可以帮助大家 尽可能地发挥 学习资料的价值 更重要的是 好的学习方法 也可以让我们逐渐养成 专业眼光 基于这样一个逻辑 在我们的课程中 要首先回顾 剪辑在电影史上的发展概冒 找到剪辑 对一些经典影片的贡献 也就是为剪辑的技术技巧溯源 明确其最早在影片中 出现时的表意企图与功能 这以剪辑史论的回顾推演 及其与电影发展流变 直至当下剪辑实践的对照过程 便是帮助我们建立良好的专业眼光的基础 实践部分 我们可以在线下的剪辑训练课程中去完成 历史的梳理和观念的达成 才是我们线上课程的目标 一句话要怎么剪辑 靠实践 也要靠认识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